OK 長毛突躍 窩鞠看樓團 Anthony 導者想問 換水龍頭難不難 為什麼水龍頭會漏水 還有電磁磚難不難會不會很容易爆 其實有點不難 等我立刻教你 換用水龍頭其實很簡單 只需5分鐘 新手都可以換到 第一步 我們要準備水喉鉗和毛巾 首先 用水喉鉗 先放到位置 然後 我們要記得 如果水龍頭還要保留的話 用毛巾包著 用鉗扭半個圈 右扭半個圈 左扭半個圈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其中一邊扭完 你先 第二邊的扭位呢 就會扭 就會不用得了 水龍頭 瓷根位漏水 不用整組水龍頭換的 換裡面的水芯就可以了 換水龍頭水芯呢 我所需要的工具有 有毛巾 水喉鉗 戒刀 和一套六角士 首先 準備用戒刀 然後在匙羹的位置 找個色面出來 如果不在前面這邊 可能在後面也有個小洞 找到之後 就輕輕用戒刀 挑出來 這裡有個六角士的洞位 找回合尺寸的六角士 先扭鬆它 應該就可以拔出來的了 接下來就把色件 逆時針扭開 看到這塊壁件 就用毛巾包著 最後 拿著這個水芯 去擱大五斤泡 或者結腳泡 配就可以了 首先 切片就均勻上去 看看量度好位的地方 握個十字 準備均勻鑽嘴 配上電批 我們的技巧是 開著機 轉行了 先碰下去 還有不是正面 這樣轉 旁邊 先轉到坑位 準備好的水壺 放著水進去 將電腦降溫 然後慢慢拉好 我們會把水 LED 放大 放大鞋子 要做小生意 但又不夠資金 OK 財務業主 私人貸款 無需抵押或提供樓契 比一般樓案更加有彈性 紙巾周轉就可以很輕鬆 借定不借,還得到才好借